邱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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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邱醫師要回答一個問題 我們常常超市 或者是大量販店裡面 也會賣一些體脂劑 那有時候我們家裡會擺一個 有時候醫療院所也會有這種體脂劑 體脂秤 這種體脂劑測出來的體脂率 肌肉率或者是基礎代謝率 到底準不準 這個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基本上大家要知道 體脂率它的原理是什麼 其實它的原理就是什麼 就利用我們人體組織各個 組織導電度的不同 測量你的導電度 然後把這個導電度 輸入到儀器當中的一個程式 去算出來你這個脂肪所佔的比率 那我們知道水是可以導電的 如果這個組織水分含量高 它導電度就會高 那各位知道嗎 脂肪細胞裡面水分是很少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過脂肪細胞就知道 脂肪細胞是一大顆細胞 裡面90%以上都是油脂 把這個脂肪佔滿滿的 只有一小顆的這個細胞核 跟細胞脂被壓到邊邊扁扁的一點點 所以脂肪細胞裡面水分是很少的 跟那個什麼肌肉啊 或者是什麼其他的血球裡面 那個水分啊 這個含量很明顯的少很多 那這樣的情況下 脂肪組織導電度就差嘛 所以一個體脂劑 就可以藉由這種導電度 來算出它這個脂肪所佔的比例 那好一點的體脂劑 它甚至啊 我們手跟腳這樣 都接觸到那個電板 你知道嗎 它可以算出 左手的體脂率多少 右手體脂率多少 左腳右腳 甚至身體全身 跟內臟的體脂率 都可以幫你算得出來 那比較差的 像大家站上去的那種 家裡用的 它是全身 因為從左腳傳上去 右腳傳回去 一個導電 大家就大概粗略估計一下 你全身的體脂的量 所以算出你的體脂率 那這種 因為是用導電度的不同 來算出脂肪所佔的比例 所以呢 會跟我們 有沒有流汗 有沒有喝水 有沒有排尿 或者皮膚 有沒有濕濕的程度 會有一些影響 所以呢 你會發覺說 奇怪了 體脂劑為什麼 我剛剛站上去量是25% 怎麼現在站了變成26% 你會笑說 奇怪怎麼猜 一瞬間我的體脂率就增加了 其實不是這樣 應該是因為我剛剛講的 這種血流循環 還有組織這邊水分含量的多少 導電度的差異 就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大家怎麼樣 體脂劑你要有正確的概念 就是說它算出來的體脂率 肌肉率 或者是基礎代謝率 你要看的是長期的趨勢 而不是看短期的絕對值 如果很像股票市場一樣 如果它短期的波動 你不要太在意 但是如果長期是看跌 長期是看漲 這個就是有它的意義 所以我常講說 這個體脂率呢 我們看一個往下的趨勢 還是往上的趨勢 才是最重要的 那另外一個概念呢 就是體脂率 如果你在減肥之後 這個體重下降了 體脂率卻上升 那這樣就不太好 為什麼?因為脂肪量增加了嘛 那如果你減重以後 雖然體重上升 體脂率卻下降 那代表說你增加的可能是肌肉 或者是水分 而不是那個脂肪 那這就是好現象 所以這就是給大家一個建議 我們對於體脂率 應該要有怎麼樣的正確認知 想知道更多科學獸身的知識嗎? 請上網搜尋愛壽美 還等什麼?趕快加入吧